歡迎來到庶民大頭家 台灣的交通亂象 被外媒扣上了行人地獄的名號 加上先前台南三歲的女童 走在斑馬線上 卻被車輛撞擊不治 更讓民怨沸騰到了極點 民眾這個週日要舉行 環路於民遊行 對政府漠視行人路全發出怒吼 偶有疑柯文哲都會出席 民進黨也趕緊說 他們當天會由秘書長率隊來參加 行政院還說要修道交法 甚至是研議成立道安會報 蔡文總統昨天還特別發文說 改善行人用路安全 必須是全民運動 因為下了車 我們都是走路的人 問您是蔡政府執政已經七年了 難道這七年當中 都沒有想過要改善民眾行的安全嗎 民進黨現在說 他們也要參加遊行 這難道是忘記 到底現在誰是執政黨嗎 立文 是啊 我們來看到 如果說走在路上 都會有被撞傷撞死的一個危險 難怪民眾要發出怒吼 這些都是血淚的教訓 民間團體要發起 在8月20號馬上就要到了禮拜天 要還路漁民的大遊行 因為事實上路應該是屬於走路的人 走路的人應該被優先的尊重 而不是先考慮開車的人 好 那麼這個看到這麼多的民眾要走上街頭 民進黨當然是非常厲害的第一時間就採取了政治反應 首先是蔡英文居然出面了 這個真的是在非常多的重大的場合 重大的傷亡 我們都沒有看到蔡英文總統的聲音或者是影子 這一次她出面了 她說這應該是一場全民運動 請記住是全民運動 換句話說她要把它給去顏色化 去政治化 尤其不是反政府 不是反民進黨 她說下了車我們每一個人都是走路的人 所以道路安全跟每一個人的生命都有關係 這句話講了當然是沒有錯 但問題是說我們要如何去檢討道路的安全呢 好 可是我們看到行政院就說了 他們有進行了公佈四年期的行人交通安全政策綱領 第一個會定期的召開道安匯報 這個是廢話 本來就應該召開的 我在行政院的時候就有開過 這本來就要召開的 另外她說要盤點行人交通安全的設施 那列了600處要優先改善 那四年又編了400億要永續提升人行安全的計劃 通過道路交通安全基本法呢 來提升來回應了民眾的需求 那我們看到民進黨立委林楚音也出來講說 當天民進黨會有秘書長帶隊參加 挺行人 挺交通安全 這樣子把這一次人民的怒吼 還有這次運動給完全的 就是不會對民進黨造成任何的傷害 但是問題是說我們就看到 民進黨對於這些重大的議題呢 通常都不文無文 到了選舉年了 對選舉有衝擊的時候 就趕緊表態 那行政院真的很好當 但是我們看到呢 大家就馬上聯想到蘇貞昌用了78億去修了平額公路啊 光是這一條公路就花了78億 而全台洗刷行人地域才能夠編400億 真的有辦法來解決這樣子的一個問題嗎 光只是硬體設施的改善 恐怕還是不足的 就像我剛剛說的開車的習慣 行人的習慣從小的教育 還有呢這些呢在地方上 其實是地方政府應該要第一線負責的 坦白講這是應該是地方政府的責任 應該由地方政府呢去改善這些行人的設施啊 那可能呢這些也沒有直接的選票的這個衝擊 所以地方政府呢是不是也因此長期來講有一定的疏忽 不管怎麼樣在這個禮拜天就要遊行了 在台灣希望成為是一個能夠安全走路 不會隨時面對生命受到威脅的一個地方 民眾憤怒到要走上街頭不是沒原因 因為從2017年以來 台灣交通死亡數是連續四年攀升 那麼去年蘇貞昌開始喊 他說他要改善道路安全開始 蔡政府一年半來已經喊話了三次了 政策喊話三次 結果呢今年一到五月份呢 和去年同期相比 我們的交通事故反而增加11% 而行人的死亡率受傷的見數呢 是不降反升 過去民眾上街頭說要抗議這個居住正義 結果呢716上街頭 政府呢是7月6號 馬上說我要端出居住三件 現在呢行政員又敢在民眾 禮拜天上街之前呢 通過一個叫做交通安全政策綱領 到底是要照顧大家行的安全呢 還是是擔心影響選前趕快來零機應變呢 那麼現在行政員又說要砸400億元 來做這個人車安全的計畫了 問題是過去蘇貞昌光是在平額公路啊 重數啦挪電線桿呢就燒掉了78億元耶 如果說那樣才叫做好的品質的話 那政府想改善全台灣的道路安全 還要做交通的教育耶 只花400億元真的夠用嗎 還是搞到後面又跟前瞻計畫一樣 反正政府根本不知道該做什麼 到時候錢先圈起來之後呢 到時候再和裝腳綠遊有大家一起來想一想 這該怎麼分配呢 兵哥 其實如果真的四年花400億就能夠改善 台灣的交通狀況 讓行人地域消失 太划算 真的太划算 這個錢絕對值得花 問題是因為台灣的錢不多 我們每一個錢都應該花在刀口上 可是這一次的編列預算方式 基本上就跟錢單預算沒什麼兩樣 你看它這整個草案就是一個大象 我們要做這個 我們要做那個 詳細實施細節完全沒講 就告訴你有600數要先改善 有哪一些教育我們要加強 那個駕照考核制度 然後要增進地方的這個公共運輸設施 然後就這樣隨便講幾句話 然後就是400億 然後我光講一個啦 光是增進地方的公共運輸設施 400億四千一都夠啦 講這個話 而且很多東西公共運輸設施 你一旦進下去之後 你不可能回收 你要每年不斷的賠下去 那政府有這麼多預算去做這件事嗎 所以我覺得從頭到尾 這根本就是一個騙局 因為其實我們的鹹地獄狀況嚴重到 超乎大家想像的可怕 因為剛剛我們已經提到了 這四年來每一年都增加 可是請大家注意 過去這兩年多台灣在幹什麼 台灣是疫情 疫情街上人少 車子也少 結果死的人還每天增加 你們不覺得很奇怪嗎 然後這幾年台灣有個最重要的現象 什麼現象 叫少子化 也就是說台灣的人口已經比以前少了 結果死的人比以前多 請問一下到底發生什麼事 表示台灣的交通狀況比以前還要惡化很多嘛 才會造成這樣的一個結果啊 那為什麼會惡化很多 當然有所謂怒怒症啊 或是有其他一些東西 就表示我們整個台灣從過去一直到現在 養成了非常糟糕的駕駛習慣 然後對待行人的習慣 包括行人自己過馬路的習慣 其實都很糟糕 大家都很糟糕 也不要單獨怪駕駛或行人 其實大家一樣都很糟糕 所以才會造成台灣這麼小小一個台灣 我們的事故率其實比日本還高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 台灣要去改 絕對不是說你隨便編個幾個預算 然後花幾個錢就可以改善過 我一點都不相信有這種事情 你要改善台灣這個交通狀況 必須要花兩個世代到三個世代 你要慢慢慢慢去改 一個世代就是二十年 我認為台灣五十年之內 能夠慢慢改過來就算不錯 因為這個跟你人的生活習慣 有非常直接的關係 所以你現在故意畫這個大餅 你不是幹什麼 第一個 又多了一個A錢的機會 光是那六百處可以改善的地方 你看就可以A多少錢 因為那每一個都是工程 每一個都牽涉到一些重畫 路燈重新設計 我就覺得奇怪 你過去也知道這些東西 我們大家每一次新聞 是不是常會報一些特定的路口 這個路口這次又出事了 比如說幾年之內又出多少事 那我覺得奇怪 幾年之內又出多少事 那為什麼那邊從來不改 我也不懂 為什麼發生這樣的狀況 然後現在人家要遊行了 你再去改 然後更好笑的就是 請教一下 這個是發起的遊行在針對誰 在針對行人地獄 那行人地獄是誰造成的 就是因為政府執政武力 才會造成行人地獄 那政府是誰 不就民進黨嗎 結果你民進黨還派人參加 那我就覺得很奇怪 許立民你那天去要幹什麼 你準備像勤快一樣 跪在那邊給人家吐口水 還是你跟大家一起走上街頭 罵都蔡英文做了不好下台 那不然的話你到底去幹嘛 我不懂 許立民你到底要去做什麼呢 我覺得真正要做 民進黨如果有誠意的話 應該要做什麼 是蔡英文要接見 這一些請願的民眾 你要出來聽聽大家的需求 然後你要當面給大家一個承諾 結果不是蔡英文是用發言的眼書 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這代表什麼 光是蔡英文發這個臉書 蔡英文就很明白地告訴你這件事 老娘沒興趣 你們隨便講就好 我懶得理你們 就這個意思啊 那民進黨只是又看到另外一條 可以身材又可以讓他們自己人 可以大賺特賺的一個管道 按照民進黨花錢的邏輯 這四百億是不是要先拿個八九成出來 先修繕一下辦公室呢 那麼事實上我們可以看到 好像蔡政府什麼都是砸錢來解決 過去台灣詐騙横行引發民怨 蔡政府說要阻打炸國家隊 但就被民眾質疑 怎麼什麼都能夠扯上國家隊呢 而且打炸打了半天 十幾億十幾億的花 請問一下到底查獲了什麼 讓大家有印象呢 那麼現在台灣被冠上了行人地獄的稱號 行政院又通過了行人交通安全的政策綱領 說要達成零死亡的願景 可是前交通部長賀成蛋就狠批 不應該質疑死亡為指標 為什麼要等到行人死了才被重視呢 現在政府不提國家隊改推了行動綱領 像先前已經有了轉型正義教育行動綱領 還有打炸行動綱領1.5 現在還有行人優先安全行動綱領 那麼最近弄出來的這個叫做行人交通安全政策綱領 這麼一大堆的綱領真的有法律效應嗎 還是說穿了只是要塑造一個政府有做事的大內宣而已呢 堅哥怎麼看 遠妮 這其實不只是大內宣 其實真的是有這個必要 因為我們國家這十幾二十年來 每年交通死亡的人數已經到了不可思議的地步 每年大概三千人 日本他們一年大概一千位不幸死亡的交通人數 那日本的人口數還是我們台灣的五倍 等於日本他們的交通安全性是我們的十五倍之多 所以我們有這麼多不幸身亡交通事故身亡的人數 真的這已經是成為我們國家之詞 那這個行動綱領其實要提醒我們社會各界 尤其是政府部門 因為他不是說單方面工程的部分或者交通的部門 這些部門的工作人員注意而已 其實這要整個從教育 從監理 從執法 這各方面大家一起來配合 這個工程確實非常的浩大 但是也不得不做 那我舉例就像是我選區大同區那個地方 我們的成德路跟南京西路口 那裡要把行人這個人行路橋拆除 這個是好 這是要改善整個都市景觀 那環路漁民 那我們行人老若婦孺不用爬上爬下 那直接用人行道來穿越馬路很好 可是在這樣改善的過程當中 喬固著拆 拆喬拆很快 一兩天拆完 復舊的工作把它擺一擺 擺一個多月 結果行人反而更糟糕 每天都要穿梭在快車道之間 推動搖籃燈或者這個身上者 輪迪族 他們也都必須行走於快車道之間 只在等這個地方的復舊 這就不對 附近有一個觀光夜市 兩個地下街 三家大型百貨四個學校 這麼人車擁擠的地方 結果反而因為改善工程 那去造成一兩個月以上的危害 像這一些就必須政府部門 各單位之間 彼此都沒有橫向的協調清楚 那還有我們學校教育機構 也應該跟相關單位來配合 教育機構在自己學校內如何來教導我們的學生們 那如何跟這些交通執法部門配合 那改善如何幫助學生們上下課等等 這些是很全面性的 尤其我們整個社會更要迫切地去理解到說 如何減少我們的私人運聚 那這個就必須政府 你必須大力地去推動這個大眾捷運 包括公共汽車 包括我們的捷運 這些快捷捷運系統 日本的交通之所以會那麼好 三文人數那麼少 就是他們的大眾捷運通行 所以人們不必要在那麼多的私人運聚 而我們台灣恰恰相反 因為我們的大眾捷運 只有在台北市 還有相當好的大眾捷運 那除了台北市其他各縣市 大眾運輸的部分 是非常非常的欠缺 所以這一部分 我們變成私人運聚要多 當然就會增加交通的事故 跟傷亡的人數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早上 早上